因為我是黃斑點退化 沒有了樓梯感 所以落樓梯等如落斜路 曾經跌過很多次 都試過差點落落山崖 這兩位市長運動員 事力衰退後才接觸運動 已經挑戰過不少跑步比賽 去年還一起登過高海拔的山 登上了3,015米高的日本立山 都沒有高山反應 今年9月 他們預計花15天登上 尼泊爾5,364米高的珠峰大本營 可以看到世界最高峰 珠木朗馬峰 那時有沒有興趣走 Base Camp EBC 哇 這麼高啊 雖然很萌 或者看不到很清楚 因為能見到只有兩三米 就很萌 不過我喜歡那種滿足感 這個山很美麗 但又很神秘 我也想趁我有體能 還有我僅餘的視力 因為近年多 醫生都說我的視覺神經線是弱了的 他帶我上去 我覺得這個也是好時機 他們是比越野跑教練周沛恩 認為在本港少數 有能力挑戰去珠峰大本營的視像者 2月就開始特訓 對他們來說最困難的是下山 訓練都選擇上落波幅比較大的山徑 除了行山 還要踩單車訓練 說回他們最深刻的經歷 莫過於他們兩年前一起參加藝行者 好 現在要花三枝樹枝 領跑員找尼泊爾的旅程 為視像運動員引路責任重大 Cathy就首次擔任領跑員 最初我是緊張和有壓力的覺得 因為始終上山了 我覺得好像整條命交給我 可能又靠這支象 就令到他感覺到我上下下的感覺 至於Eric去年已經幫Tom 在樓梯跑的比賽做領跑員 我帶他領跑 有時我甚至忘記了原來他是一個視像 因為他的能力真的太好 他當然也想原夢 可以去這麼近距離欣賞珠峰 亦都希望我也可以做得到 兩位運動員需要為旅程籌備經費 一間社企為了幫他們籌錢 舉辦黑暗體驗班 學費會傳送給他們的尼泊爾之旅用 課程就包括學習使用手上 戴眼罩在七刻中體驗買東西等等 大家有興趣可以支持一下 大家還有啊 每次的帶來說 都有運動員 渡搭訪 不是 有 不停 有 有 有